暗恋柳如烟十年 她始终不为所动 就在昨天 她对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一见钟情 撒娇要求我 万森帮我追她好吗 我苦笑着答应 她明明知道 从小到大 我都没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 去给柳如烟送老家烧来的东西时 撞见她和转学生纪伯达在接吻 我茫然地待在门口 脑子嗡嗡作响 我暗恋了十年的女神 对我从来冷漠 不假辞色 在别的男人面前 原来可以这样热情又奔放 晚上别走了 柳如烟一下一下摸着她的头发 嗓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娇媚又沙哑 纪伯达吻了她一下 声音里带着笑 昨晚还没够 啪啪 我手上的东西音声掉在地上 纪伯达看到我 惊叫出声 万森 柳如烟随即也看了过来 对上我视线的那一刻 她明显正了下 但更多的是漠然和冷静 你来干什么 我呆呆看着她锁骨上的刺眼红痕 半天才找出个声音的理由胡说 我来看诺诺 诺诺是我和柳如烟上中学那会儿 在校园里捡到的一只流浪龙 后来我追寻她上了同一所大学 诺诺也被接了过来 柳如烟沉默片刻 脸上表情淡漠 进来吧 进来后我才知道 柳如烟刚才的沉默是什么意思 剩下夜晚的风卷着热浪明明而来 粘稠的空气闷得让我喘不过起来 我蹲在杂乱的阳台上 呆呆看着被关在笼子里奄奄的诺诺 诺诺 我喊了一声 诺诺本来巴拉的耳朵突然抖了抖 竖了起来 鼻尖不受控的发酸 我冲到客厅质问柳如烟 烟烟 你明明知道 诺诺曾经被虐待过 最怕被关在 万森 柳如烟打断我 语气带着警告和不悦 纪伯达狗毛过敏 剩下的话就这样堵在了嗓子眼 纪伯达对狗毛过敏 原来是这个理由 可是 从我牵线搭桥到他们成为恋人 仅仅一星期 而我 已经喜欢柳如烟十年了 这十年 我小心怀揣着对他的爱 隐忍不宣 心甘情愿做他温柔体贴的朋友 他曾笑着说过 只有在你面前 我才能真正放松下来 万森 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 对吗 当时我无法回答 只能苦笑着转开话题 不是没想过放弃 可每次我一梳理 柳如烟又会主动示好 拉扯着我继续下去 两个月前社团团建 遇到暴雨泥石流 我和其他人失联 被埋在废墟下好几个小时 警察找到我的那一刻 柳如烟就跟在身后 当时他直接冲上来抱住我 仿佛我是什么 失而复得的珍宝 他滚烫的呼吸落在我脖子上 急切地喊我名字 万森 万森 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差点就失去你了 失去这个词 实在是暧昧 那一刻 我有些恍然 又有些惊喜 心想或许 柳如烟也是在乎我了吧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筹备表白 正是表白的前一天 班级聚餐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 和新同学纪伯达的合照 我几乎没发过朋友圈 这还是大冒险书了 纪伯达拿着我手机发的 他长得好看 学习也好 刚转学过来就引起轰动 学校里追他的女生数不胜数 这条朋友圈 不一会儿就收获了一大片点赞和评论 都是求要联系方式的 可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也在其中 第二天 柳如烟主动打电话给我 森哥 帮我追他好了 从前柳如烟喊我 都是疏远又淡薄的万森 那是他第一次 那么亲密的叫武森哥 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 因为我 他们互加了微信 关系越来越近 而对我 柳如烟甚至比以前更冷淡 思绪回容 纪伯达走过来 略带歉意的解释 上次我过敏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差点进医院 真不是故意把诺诺关起来的 嗯 理解的 我会把诺诺带走 纪伯达松了口气 忘了说 小森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那很好啊 我轻轻回了一句 假装若无其事的 给诺诺收拾东西 可是手一直在抖 纪伯达语气带小 留下吃晚饭吧 小森 就当感谢你这个大媒人 我心一致 下意识就想要张嘴拒绝 纪伯达却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烟烟 你说呢 柳如烟看着我 淡淡说了一句 留下吃个饭吧 纪伯达喜欢吃螃蟹 柳如烟嫌外面的不新鲜 傍晚特意去海鲜市场 挑了新鲜的鞋 可他却忘了 这几天我过敏 既是海鲜 所以这顿感谢饭 我这个客人 几乎全程在八百米饭 新蒸好的螃蟹端上来时 热气腾腾 柳如烟在耐心给纪伯达包螃蟹 他微微低头 干净白嫩的手指 干净利落地用工具去掉蟹壳 举手投足都是认真 让我忽然记起 去年过年 柳如烟那对离婚的爸妈 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互相推脱接他过除夕 我心疼他 把他带回了家 给他做了一大桌的菜 还不小心切到了手指头 柳如烟看见我鲜血淋淋的手指 赶忙帮我包扎 他还问我 有什么想要的新年龄 看着他温柔的眼神 我开玩笑 我喜欢吃螃蟹 你帮我包螃蟹吧 柳如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可现在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柳如烟 把包好的蟹肉放到寄伯达盘子里 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 心头某处抽通了一下 我拿着筷子的手微微颤抖 这一顿饭吃得格外漫长 我始终埋头不说话 直到传来敲门声 柳如烟去开了门 柳如烟 我下意识抬头 一个娇俏的身影 突然向我扑了管 段森哥 你也在这里 我被这莫名的热情 吓得有些不知所措 慌张地从他的怀抱里逃出来 你是 面前的女生 有一张非常漂亮的脸 如果说柳如烟是空谷幽兰 那她就是美艳牡丹 你不记得我了吗 她好像快哭出来了 我努力搜索记忆 小时候那个总是 跟在我和柳如烟身后的小女孩 和眼前的漂亮女生渐渐重合 柳如烟是柳如烟的远房亲戚 小时候借助在柳如烟家 明明年纪比柳如烟小 却因为辈分 柳如烟只能喊她堂姑 我们三个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只是高一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出国了 我记得她以前说话有些结巴 所以总是被人欺负 现在似乎好了 像是察觉到我的疑惑 柳如烟对我眨个眨眼睛 我出国就是为了治病 现在这好了 我也忍不住替她高兴 不看我这么久没见 我很想你 你们我的脸也微微发疼 想说什么 柳如烟突然打去 万森哥这么多年没见 你交女朋友了吗 没没有啊 柳如烟直勾勾的望着我 眼睛亮了起来 突然又吞吞吐吐小声道 那那就好 我愣了一下 搞不懂这小丫头在说什么 再一回头 却发现柳如烟的脸色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冷了下来 她是不欢迎柳如烟的到来吗 我明明记得 从前她和柳如烟是很要好的 看清柳如烟眼里 几乎不加掩饰的目的 我有些惊讶 柳如烟性格内敛 很少有这么情绪外露的时刻 上次看她这么愤怒 还是在高二那年 当时班上新转来了个女同学 性格活泼开朗 是个学霸 英语尤其好 老师安排了我和那个女同学同桌 那会儿我英语成绩是班上的吊车尾 又不好意思找柳如烟帮忙补课 不知怎么 那个女同学对我格外热情 不仅把自己记单词的方法分享给我 还每天帮我讲错题 茶漏不缺 我家和柳如烟家是邻居 以前我都是等柳如烟一起回家 那段时间因为补课 我每天都和那个女同学在教室待到很晚 那天我太累了 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 忽然感觉到有人凑紧 我猛地睁开眼 发现那个女同学似乎是想偷亲我 我吓了一跳 没来得及做什么 背后突然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你们就是这样补课的 质问中带着一丝怒气 仔细听 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她在吃醋 我赶忙追上去解释 可实在嘴笨 支支吾吾半天 只说了句 你不高兴 以后我不让她给我补课就舍了 她眼里的情绪太微妙 鬼使神差的 我又问了一句 你不喜欢我跟其他女生走得近 是吗 柳如烟也乱了下 然后不自在地把头偏向了一旁 淡淡说了句 其实我英语也很好 我突然明白 她的意思是 她也可以给我补课 心顿时怦怦跳了起来 同时又觉得很怅然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我太熟悉她了 她似乎总是这样吊着我 总是在我攒过失望 下定决心放下时 又给我一点希望 叫我别放弃 从前是这样 现在她有了男朋友 还是这样 那她到底把我当什么呢 是随叫随到的备胎 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发小 我垂下眼 收回视线 目光落在对面的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突然蹦到我面前 半开玩笑地问 那万森哥 我可以追你吗 可以 我看着她 毕嫂之前的郁闷心情 突然很想逗逗小丫头 打去道 你可以追追试试 说完我甚至亲密的 给她加了一支鞋 柳如烟现在是什么表情 会怎么想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这一刻 我觉得挺痛快的 饭刚刚吃饭 柳如烟就迫不及待拉着我离开 美其名曰 要跟追求者培养感情 我也不愿继续在这里 看那两人秀恩爱 提上懦懦的笼子 跟着小丫头离开了 烟已深了 柳如烟带着我到了一家电影院 买了夜场电影 又给我和她自己一人 点了一杯杨枝干幕 万森哥 我请你看电影吧 心情不好 就喝点甜的 我惊诧地看着她 我记得 你小时候不喜欢喝饮料的 柳如烟笑了笑 我听别人说 喝甜的会分泌多巴胺 让人的心情变好 所以 喝了这杯杨枝干露 就不要再苦着一张脸了 为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 犯不着 我看着她 突然意识到 她在安慰我 心仿佛被拨动了一下 追在柳如烟身后的这些年 似乎已经习惯了 消化自己的坏情绪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安慰我 以至于收到柳如烟信息的时候 我竟然第一次 破天荒没有回复 那天我和柳如烟一直待到恒乱 宿舍不能养狗 我打算先把诺诺先寄放在柳如烟那 打算过几天去找房子搬出宿舍 第二天公开课后 纪伯达在阶梯教室拦住我 万森 我要搬过去和烟烟同居了 我眼里没有丝毫波动 挺好的 我祝你们幸福 纪伯达紧紧盯着我 声音有些尖色地说 万森 你是不是也喜欢烟烟 你看 连刚认识的纪伯达 都能轻而易举看穿我的喜欢 可这些年 柳如烟装作不知 以朋友的名义将我留在身边 任他使唤 心头一色 我叹了口气 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 不管我怎么想 柳如烟只把我当朋友 他选择谁是他的自由 纪伯达沉默片刻 你没有跟柳如烟告白过吗 我看着他 一字一顿 柳如烟从前只把我当朋友 而现在 以后 我和柳如烟也只会是朋友 纪伯达静静静看了我半傻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问 万僧 你对那天那个小姑娘柳如烟 有好感吗 我沉默了 但我是在认真地思考这个可能性 半傻 我笑了笑 郑重又缓慢地回答 既然从前爱错了人 总要给自己一个追求真正幸福的机会 纪伯达眼中的紧张退去 如是重负般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看好你们 柳如烟刚回国 对这边其实还不太熟 但他坚持要陪我看房子 看起来娇滴滴 不是人间烟火的小姑娘 跟房东杀起家来口舌如簧 如同在赛场上辩论班队的对方哑口无言 只能任命让步 最后签合同的时候 房东感叹 你女朋友可真厉害 比我家那位还会过日子 听到这句女朋友 刚才还气场全开的柳如烟 瞬间气势就弱了下来 我还 还不是 脸颊那么红韵 直接蔓延到了耳后跟 我听着房东野鱼的笑声 看着柳如烟亮晶晶的眼睛 心跳莫名也加快了速度 房子找到后 我请柳如烟在附近吃东西 上次喝还是在高考完那天 当时我借着醉意把柳如烟约了出来 想跟她告白 满心欢喜等了她很久 等来的却是她一条爽约微信 抱歉 我起晚了 跟人约好了去毕业旅行 怕赶不上飞机 先走了 柳如烟从来不会为了我打乱她的计划 也从来不会因为对我做错事 感到任何的抱歉 抽回思绪 我接过柳如烟的啤酒 打开的时候 大概是因为被摇晃过 气泡争先恐吼地流出来 失了我一身 我慌忙从口袋里找纸巾 柳如烟却一把攥住我的手腕 将暴气的啤酒抵到唇边 就着我的手喝了两口 然后睁着漆黑又无辜的眼睛看我 这样就好了 她靠近时 泛着香气的发丝拂过我的手腕 带来细微的养溢 耳旁都是呼呼的丰盛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紧动的身体 她灼热的呼吸 还有她身上好闻的味道 小姑娘长大了 不知道何时变得这么主动大半 再也不是跟着我和柳如烟的小根剃虫啊 可没等我有什么反应 她的脸却越来越红 越来越红 最后像是快受不了了班猛的缩了过去 拿烧红了的侧脸对着我 我忍不住笑 哪有人一边聊人一边害羞的呀 我想了想 问她 刚才看你很会砍价 这项技能是在国外学会的 柳如烟愣了一下 点头 轻描淡写 那会儿我爸妈感情破裂 双方都不给我打生活费 我只能自己赚钱养自己 每天赚的钱都要掰着手指头数着花 久而久之 就学会了 我看着她 忽然有些心疼 柳如烟就笑 也就窘迫那一年 后来我和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合伙创业 研发小游戏 拿了奖 赚到了第一桶金 还收到了一个游戏公司的邀请 这几年公司都上市了 我现在可是个小富婆 我也笑 昨晚我突然想了解柳如烟这些年的生活 特意去柳如烟在美国的学校论坛查了她的名字 找出来很多男生的告白贴 还有人详细写了她这几年是怎么勤工俭学 又是怎么因为研发游戏拿到了当地很有影响力的科技研发奖 她真的很优秀 看了她一会儿 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小丫头 为什么喜欢我 柳如烟愣了愣 半晌 她才开口 喜欢是一种感觉 哪有那么多原因 或许是小时候你帮我赶走那些欺负过我的人 又或许是 很多次你接柳如烟 也会顺手给我带糖红我 听小姑娘诉说她的暗恋 我脸上莫名有些发烫 在柳如烟身边卑微太久 久到我从来不敢想 原来我也是别人的白月光啊 柳如烟坦然与我对视 目光柔和 前几天我去你们学校等柳如烟 在学校门口的书店一眼就认出你 你就是小时候帮我赶走过坏人的万僧哥哥 可是你根本没注意到我 等我准备喊你的时候 你已经走了 晚上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直想着柳如烟的话 今天我才意识到 原来暗恋柳如烟的这些年 我这样卑微 她一次次的冷漠和忽视 让我不断怀疑 否定自己 我从来没想过 会有人也在背后默默关注了我这么多人 被需要 被喜欢 被珍视 柳如烟把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坦坦荡荡地摆在我的面前 我怎么使得推开这样珍贵的感情 这样想着 我打开手机 编辑了一条朋友圈 学会挥别过去 迎接最适合自己的人 你好啊 女朋友 配图是两罐啤酒碰杯的照片 图片里 一只手宽厚修长 另一只白皙细嫩 食指上有一颗小质 这张照片还是柳如烟要求拍的 说要留着纪念 发出去没过几秒 柳如烟就给我点赞加回复 你好啊 男朋友 我忍不住笑 正想私聊她 又收到了一条回复 你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熟悉的昵称让我微微恍惚了一下 下一秒 电话响了起来 我看了眼来电显示 是柳如烟 挂断电话那一刻 我竟然没有丝毫犹豫 从前那些守着手机等柳如烟回复的日子 仿佛像是做了一场久远的梦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从前跟我发信息 都吸字如今的柳如烟 在被我拒绝后 竟然能放下面子 不断给我打电话发消息 说要和我好好聊聊 我觉得很无语 我和她还有什么好聊的 更何况 我已经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理应和女朋友以外的女生保持距离 所以我直接把她拉黑了 一个月后 搬出寝室的纪伯达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柳如烟跟我提了分手 她说 她其实不喜欢我 她喜欢的另有其人 我知道 她说的那个人是你 可是凭什么呀 明明是她先闯入我的生活 让我爱上她 却又这样对我 她这样的人 其实只是享受别人的追逐 享受所有人都围着她转的优越感 有什么资格谈感情 法学院高冷的冰山之花纪伯达 电话里我听出她压抑的哽咽声 她竟然在哭 为了一个女生 最后 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 万森 我不怪你 我心里很乱 一时间进步之该同情纪伯达 还是感慨柳如烟的无情 恰好手机来电 显示是一串陌生电话 我知道这是谁 这句话 我以前经常对她说 可她永远都是冷冷的说 万森 有时说是 没什么事不要总给我打电话 现在风水轮流转 可我也没多少痛快的情绪 因为我是真的 对她再没有任何感觉了 原来放下一段执着十年的感情 其实 也没有那么慢 我现在喜欢的是 脑海中闪过柳如烟那张好看温柔的脸 我不自觉弯了弯唇角 电话那端传来柳如烟略显急切的声音 森哥 其实我 我平静地打断她 柳如烟 我跟在你身后十年 十年了 哪怕你有一次回头看看我也行 可是你没有 现在我是真的放下了 如果你还有一点点 顾及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 就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柳如烟沉默了很久 才用带着铺腔的口吻压抑地问我 万森 你和柳如烟在一起 是为了刺激我 想让我回心转意 对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成功了 我不能没有你 我喜欢你 万森 你可不可以 做我男朋友 我是真没想到 柳如烟把我看成了这种人 像一个有女朋友的人表白 还这么理直气壮 她是把我当成 没有底线的舔狗了吗 大概是从前 太过没有底线的追求柳如烟 才会让她有这份自信吧 之前瞎了眼 我认 以后擦擦眼睛 还可以重新来过 搬到新家后 我去柳如烟那里见诺诺 半路没成想外面下雨了 一路小跑 不小心晚了下脚 脚踝被石头划破了一道口子 顿时有血柱子涌冒出来 到她家是我一瘸一拐的 正在客厅的柳如烟一眼 就发现了我脚上的伤口 她眉头微醋 急匆匆往卧室走 很快又折返过来 手里拿着药膏和窗口贴 低下头帮我处理伤口 冰凉的手指触碰到我脚上 伴随着女生的香气飘过来 处理好后 我迅速抽回脚 几乎是落荒而逃 我待在洗手间里 用水冲洗着脸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 她从背后抱住了我的腰 滴滴的声音说 森哥 你还要洗多久 女朋友帮你擦个药 没必要害羞成这样吧 她轻轻笑了一下 我脸红了个彻底 灯光正好照在柳如叶瓷白的脸颊上 给她的眼睛染上一点橙黄色的光晕 她的眼睛很漂亮 里头流淌着水光 翻涌着热议 带着深深的依恋和渴慕 万森 她嘀嘀呢喃了一声 搂上了我的脖子 我想问你 我张了张嘴 还未发出声音 她突然围扬脑袋亲了下我的嘴 蜻蜓点水 一触即发 然后她瞳孔微缩 眼睛亮晶晶的 原来 清嘴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突然感觉有些口干舌坊 你没有跟别人接过吻吗 没有 她摇头 下一秒眯起眼睛 难道你有过 我诚实地摇头 也没有 柳如叶笑了起来 拿手捏住我的下颌 让我扬起脑袋 又亲了下去 那就再试一次吧 不知过了多久 她稍稍退开些距离 重重地喘着气 落在我脸上的视线 滚烫的几乎要将我闻化 万森 我好开心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正要说话 门口传来一声小动 似乎是门禁卡开门的声音 下意识看过去 柳如叶站在门口 脸色难看的盯着我们 六 她快步走过来 面色铁青 眼里满是震惊和愤怒 就好像我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 我只觉得荒唐可笑 你在干什么 柳如叶 我们只是朋友 发小 同学 我跟女朋友接吻 你凭什么白脸子 旁边的柳如叶从沙发上下来 也慢悠悠地说道 柳如叶 麻烦把我妈给你的门禁卡还给我 然后离开我家 柳如叶看上去十分生气 盯了柳如叶一会儿 竟然仰起了手掌 就要朝柳如叶打过去 我直接钻住她的手腕 侧身挡在柳如叶面前 立声呵斥 够了 柳如叶愣了一瞬 眼睛更红了 瞧了我半晌 她才嘶哑地开口 万森 你以前不会凶我的 现在为了柳如叶 你完全不顾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我们一起十年 你要为了刚回国的柳如叶 抛弃我妈 我望着她 声音淡淡 你越见了 柳如叶 我们只是朋友 谈不上抛弃 柳如叶现在是我女朋友 维护女朋友 才是现在的我应该做的 柳如叶一下子僵在原地 我像甩开垃圾一样甩开她的手 柳如叶猝不及防 脚下一个亮枪 直接跌坐在地上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 万森 我和纪伯达分手了 我毫不留情地回应她 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叶眼底一片难过 森哥 我真的后悔了 从前我习惯了你的付出 忽略了你 我向你道歉 好不好 跟纪伯达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 我对她 只是新鲜感而已 其实我并不喜欢她 我喜欢她 是永远默默陪伴在我身边的万森 是不管我做什么 都会支持鼓励我的万森 是看我除夕孤零零一个人 会带我回家 给我做年夜饭的万森 是不管我多么任性 都会无条件包容我的万森 我直接打断她 那个万森真傻逼 傻逼地喜欢了一个 根本不值得喜欢的人 如果再重来一次 我想那个万森 一定在第一次见你的那一刻 转头就跑 柳如烟身体一僵 已经快要哭出来 眼里漫过无尽的痛苦和灰色 要是从前 看到她流露出这样楚楚可怜的眼神 我一定会心疼 甚至还会陷入自责 可是现在 我却出其平静 甚至可以说 有一丝丝厌恶 柳如烟 今后不管我和谁在一起 都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还有一点自尊 就不该再三纠缠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 柳如烟愣住 脸色一点点变白 柳如烟在一旁等的不耐烦了 但她并没有主动赶柳如烟 而是当着柳如烟的面 看着我说 语气自然无辜 故意带着点撒娇的意味 僧哥 外面打雷了 我害怕 要不你就别走了 留下陪我 我微微侧脸 挑见柳如烟身体猛的一颤 好 我将她揽在怀里 自然地转头回屋 柳如烟走后 思量再三 我还是决定回家 留宿女孩子家 到底不太方便 晚上雨却越下越大 出门的刹那 背后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我刚才说的是真的 今晚 别回去了 她一步一步走过来 从身后抱住我 万森 我是真的真的 很喜欢你 贴得太近 我听见柳如烟的心跳声 和我的重叠在一起 澎湃热切 床帘像是一个馋友 将我和柳如烟 完完全全困在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天底 你紧张吗 柳如烟的声音 贴过我的耳侧 如同被春风撩拨过的胡念 泛起绵延不断的涟漪 你呢 柳如烟把我的手 按在她的心脏 笑 看 她在发抖 因为她的动作 我脑袋嗡的一声 像是被灌入了 成千上万的水泥般 大脑死机 无法运作 纹身发热 她的吻落在我的眉眼 万森 我喜欢你 从小时候 你帮我赶跑那些坏蛋 那一刻开始 落在我的鼻尖 到书店重逢时的再次行动 落在我的锁骨 你在我心中 帅气 可爱又优秀 别人不珍惜你是她 不识好歹 你值得任何人的喜欢 柳如烟每说一句话 就亲我一下 万森 你喜欢我这样对你吗 我对上她渴望又炙热的眼神 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一字一顿 缓慢又正种 喜欢 我也喜欢你 柳如烟 最后 她的嘀喃融入我们交缠的呼吸里 阿陈 你也要好好珍惜我 房间里气温攀升 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震个不停 但我们都没管 第二天有早课 我早早起床 偏过头 旁边的柳如烟依旧睡得很沉 我笑了笑 帮她噎好被子就去了学校 穿好衣服下楼时 我在楼下的长凳上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柳如烟 天刚刚亮 借着微亮的路灯 我看到她苍白的脸 凌乱还未干的长发 还有脚边一地的烟头 她在抽烟 之前柳如烟烤烤研的时候压力很大 不知怎么学会了抽烟 我在她耳边叙叙叨叨说了很多遍抽烟的危害 告诉她女孩子更应该少抽烟 她才不耐烦地掐灭了烟 我问她 以后都不会再抽了 不抽了 你保证 柳如烟被我的孤一不饶气笑了 除非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要靠吸烟才能缓解疼痛 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抽烟了 为过神 我平静地看着面前的柳如烟 她现在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狼狈 痛苦 颓废 又脆弱可怜 仿佛一碰就碎 可从前高不可攀的女神简直天差地别 柳如烟抬头 看着我 眼睛通红 似乎在这里等了我一晚上 她没有跟我说话 只是捧着脸 滴滴地哭泣 我忽然有些难过 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柳如烟的场景 图书馆里 她拿着一本全英文书籍在翻语 脸上没什么表情 长而翘地睫毛半垂着 像是落入凡尘的天使 被我不小心弄出的声音打断之后 她微抬了下眼 冷漠又平静的眼神在那一刻落入了我的心 那时的我不在乎有没有结果 只知道捧上自己一颗真心 整整十年的时光 我抛弃尊严 一再地降低顶线 跌跌撞撞 一步一驱地跟在柳如烟身后 甚至不祈求一份结果 而她不拒绝 不靠近 可人生为缘 最渴望拥有的就是一份被真实的爱 平等的爱 互相尊重的爱 一个人的追逐不叫爱 单方面付出不叫平等 不止境的妥协和内耗不叫尊重 以前我以为 柳如烟是众星捧月的女神 她只是被惯坏了 不懂爱 不会怎么去爱人 直到她爱上了纪伯达 她会因为她对狗毛过敏将我的小狗关起来 会不顾自己的洁癖 为纪伯达包螃蟹 会为了纪伯达变成温柔体贴的女婚 爱是人的天性 柳如烟你说喜欢我 但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会希望她高兴 会在乎对方的所有感受 可这些年来 你只在需要我的时候找我 而我难过的时候 你只会冷眼旁观的劝我冷静 甚至现在你的痛苦 也不过是因为 从前永远跟在你身后的那个人 他不再服从你而已 柳如烟抽气着 不是这样的 万森怎么会是这样的 我只是没来得看清楚自己的心意 我们认识太久了 从小到大 你永远都在我身后 会在任何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我只是因为你的偏爱 有恃无苦 却没有看清自己的心意 我总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可是昨晚 我就在这里 眼睁睁看着你和柳如烟待了一晚上 脑海中抑制不住的去想 你们会有多亲密 那种过安焦躁和难过 让我明白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真的后悔了 后悔还没来得及好好喜欢你 你曾经那么喜欢我 能不能再喜欢我一次 我心里一片平静 不禁想起大意开学时 柳如烟跟班里的同学去酒吧玩通宵 因为担心 因为他不听我劝 我也是这样 哭手在酒吧门口一整晚 可我凭什么为你的后悔买单呢 你后悔了是你自己的事情 现在的你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从小认识的朋友 我会好好珍惜柳如烟 会尊重他 爱他 我们会好好在一起 也请你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一转头 竟发现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落 就站在离我们不远处 想必那些话 他都听见了 我朝他张开双臂 看着他朝我奔赴而来 眼里是抑制不住的微笑 跟他说清楚了 我看着他 嗯 说清楚了 见他微微挑起眉望 我语气肯定 我和柳如烟以后 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了 柳如烟笑了笑 不错 值得奖励 然后大大方方的 在我唇上亲了一下 像是又想起什么 柳如烟若有所思 那倒也不行 毕竟柳如烟还叫我一声孤苦 我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哑然失笑 孤苦 也行吧 全文完